1996年,一位坐着轮椅的84岁老人,第九次成功越狱。 当时,狱警们要把他送去医院治疗,可就在新德里火车站,他再一次成功逃脱。 拉吉,印度诈骗之父,三次卖出太极灵,四次都能收到钱。 1912年,拉吉叫做在比哈尔邦的一个农村家庭,从小擅长模仿他人签名。 15岁那年,他又通过模仿邻居签名,从银行取出了邻居十几年的积蓄。 当邻居发现时,拉吉已经跑到了印度第三大城市,加尔哥达。 在这里,他成为了一位富商儿子的私人家教,还勤工俭学,拿到了法律商务双学位。 拉吉自认为和富商关系不错,希望能借一笔钱,继续深造。 富商不但没有借钱给他,还警告他要认清自己的身份。 也就是从这时起,拉吉突然意识到,阶级的差距无法弥补,他要对所有的富人进行报复,富商就是第一个目标。 他先是辞去了家教的工作,辗转各地,伪造了印度名校的证书和履历, 装装成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精英后,回到了富商儿子所在的小学应聘。 凭借优秀的履历和校方考察时近乎完美的表现,拉吉成功就任这所学校的副校长, 富商得知后大为震惊,不但向拉吉道歉,还用重金聘请他为儿子继续辅导。 受到富商的信任后,拉吉开始调查他的生意,发现富商急需一大批布料, 于是拉吉在闲聊时向富商吹嘘,自己有个在梦满黑市倒卖布料的亲戚, 200捆布只要45000卢比,比市场上要便宜一半,富商喜出望外, 塞给拉吉一个装满现金的箱子,恳求拉吉一定要帮他搞到那批布料。 富商哭哭等了一周后才意识到,除了自己的愚蠢是真实的,其他都是假的, 于是他威胁拉吉,四天之内交不出钱,果局让你永远消失。 四天后,富商带着一群大汉冲进拉吉家, 狭小的房间里等待富商的却是十几个手持紧棍,两眼放光的警察。 面对富商的威胁,这个老六没有跑路,而是选择了报警。 这套伤敌一千自损八十的操作,使富商和手下涉嫌谋杀罪被判重刑, 而拉吉只因为黑市交易被判入狱六个月。 由此,25岁的拉吉获得了人生第一桶金,45000卢比。 在1937年,这足够900个印度家庭一年的开销。 出狱后,拉吉频频光顾妓院,将鬼金的妓女们作为练习骗术的对象。 拉吉本人并不帅,身高仅有一米五二,但体面的打扮和不俗的谈吐总能获得了妓女们的信任。 用假酒关对妓女后,再将她们身上的首饰洗劫一空。 没过多久,拉吉就发现,这项工作不仅来前很慢,而且风险极高。 万一遇到个酒量更好的,随时有被反向洗劫的风险。 于是拉吉再次干回老本行,伪造文件,穿着一套官员制服, 骗取了废铁,螺丝,汽车发动机等多笔定金。 有了原始资本后,拉吉又把目光投向了新德里,梦买等大城市。 他租赁了豪华办公室,招聘了体面的助理和漂亮的秘书, 天天坐着豪车出入各种高档场所,结识了一大批银行家和珠宝商。 拉吉通常会先在银行家那里开设账户,拿到一批真实的小额支票。 随后,他会在珠宝商那里下小额订单,并用真实支票支付。 珠宝商成功兑换支票后,就会对拉吉的富豪身份深信不疑,并期待下次合作。 当珠宝商发现支票无法兑换后,拉吉早已带着珠宝跑路。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拉吉辗转了三十多个城市,用了52个化名,遭到了印度八个帮通缉,指控了144项罪名。 拉吉面对着重重通缉,他不但不惊慌,还盖起了灯下黑。 他将自己伪装成了印度财政部长迪瓦尼的助理,骗取了新德里一家手表店93块名表, 然后将这些表贿赂给了官员,在国会大厦里租下了一间办公室。 拉吉制定了印度史上最疯狂的诈骗计划,卖掉印度最著名的建筑,太吉林。 拉吉先是派人联系到了印度第一大财团,塔塔集团,告诉他们,因为印度多年的财政问题, 政府决定出售太吉林,毕竟出卖国宝关乎到国家颜面,所以一定要秘密进行, 并邀请塔塔集团派出代表来国会响谈。 塔塔集团负责人夏马尔来到国会大厦后,被接近了一间办公室, 办公室里挂满了历代领导人的照片,桌子上还摆着印度国旗和圣雄甘地的雕塑。 拉吉自称印度新任副总理,拿出了一份出售太吉林的文件,上面还签着总统普拉金的名字。 见过大市面的夏马尔没想到,副总理的办公室居然如此简陋, 不过转念一想,也许这就是印度政府要卖掉太吉林的原因。 拉吉早已调查好关于太吉林的所有资料,详细到占地多少屏,有多少个窗口, 甚至是花园里种植的哪些植物。 经过一下午的讨价还价,最终太吉林被定价1.5亿美元, 这正是拉吉调查过夏马尔职权范围内能给出的最高价格。 拉吉假装痛苦万分地答应,不过提了一个条件, 那就是资金不能入赚国库,而是要打入一家公司, 因为国会已经委托了这家公司,要尽快将这笔钱用于公共事业。 三天后,拉吉收到了塔塔集团的1.5亿美元, 并安排塔塔集团的专业人士,在一周后就可以验收太吉林。 当塔塔集团的一众人马,兴高采烈地准备接手太吉林时, 却被保安人员轰了出去。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,骗子居然能猖狂到坐在国会里卖掉了太吉林。 不仅如此,在拉吉当副总理的这段时间里, 他已经将太吉林卖了三次,印度皇宫卖了两次, 连总统府都被他卖了一次。 更夸张的是,他甚至告诉国外财团, 印度政府即将跑路,希望出卖政权,换取资金, 将国会大厦和正在干活的545名议员, 一同打包卖了出去。 1956年,印度警方终于在密拉特抓到了世纪大骗子拉吉, 法院系数了他种种罪行,将拉吉判处了113年有期徒刑。 面对重刑,拉吉只是平静地说, 印度没有一家监狱能关注我, 只要还有一个不诚实的狱警,我就可以越狱。 拉吉被送到凯普尔监狱,被为叫做哈赫曼可汗的狱警, 全副武装看管。 狱警可汗竟然在乏位的时候, 听这位大骗子讲述自己的传奇故事, 拉吉还经常托小弟从监狱外面带进各种各样的新鲜礼物, 每次都有可汗一份。 在长达10个月的单独相处下, 可汗被拉吉的人格魅力深深折服, 二人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友谊, 拉吉也对可汗提出了请求, 以前我没得选,现在我只想做个好人, 只要你帮我越狱,兄弟给你50万卢比。 50万卢比是什么概念? 以当时的印度消费水平, 这足够一个普通人花5000年。 在如此暴力的诱惑下, 可汗为拉吉搞来了一套警私制服, 拉吉命令小弟带着50万信心来到监狱, 可汗迅速咽货后将保险箱藏了起来, 为拉吉打开牢门, 拉吉穿着警私制服大不留心地走了出去, 一路上监狱里的狱警还纷纷向他敬离, 随后拉吉坐上了监狱外等候已久的专车, 消失在了黑暗中。 拉吉安全越狱后, 紧张的可汗也准备自己跑路, 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50万卢比到底有多少, 就在没人的地方打开了保险箱, 接着他骂出了一辈子最难听的赞话, 保险箱里除了最上层是一层钞票, 其余的全是报纸。 到1977年, 拉吉第九次被捕时, 已经成了全印度骗子的偶像, 拉吉打点了监狱上下, 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确立了自己的欲霸地位, 在监狱里住着单间, 请了一位私人厨师, 每天饭桌上都放着好酒, 隔三差五还有美女相伴,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, 这位老家伙会在监狱里安度晚年时, 拉吉又跑了, 他在保卫就医的途中忽悠警员, 让他带自己去一家五星级酒店取一笔巨款, 警员一个疏忽, 拉吉就消失了, 不久后就传来拉吉在老家享年68岁的死讯, 全印度的警员彻夜狂欢。 狂欢之后就是无尽的萧瑟, 老骗子拉吉死了, 但拉吉市的诈骗案反而更加猖獗, 印度警方百思不得其解, 直到16年后, 警方意外抓获了一名84岁的诈骗重犯, 才发现拉吉根本没死。 1996年, 拉吉迎来了人生中第十次牢狱之灾, 凯佩尔监狱为他准备了最严苛的监控, 他们会仔细检查拉吉收到了每一封信, 而拉吉却从不回信, 直到有一次老伴写信给他哭诉, 家里的田都慌了, 实在没钱请人耕地, 这样惨状让狱警都看不下去了, 就劝说拉吉给老伴回一封信, 拉吉颤颤巍巍地拿起笔, 在信中安慰着老伴, 并告诉他自己早些年在田里买了一个大箱子, 里面的黄金足够他安详晚年, 检查新建的预警动了歪心思, 连眼来到拉吉家中, 将所有的土地都翻了一遍, 也没能找到宝箱, 等他们回来时, 拉吉已经写好了第二封要寄回家的信, 信的内容差点让他们气得吐血, 你不必再难过, 家里的地已经更好, 可以播种了。 几个月后, 拉吉因圣定不得不进行治疗, 监护人员准备将他转送到新德里医院, 可谁也想不到, 这个坐着轮椅的84岁大远, 再次上演了第九次金蝉脱鞘, 消失在了新德里火车站, 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轮椅, 这也是印度警方最后一次见到他。 从此以后, 超级大片的拉吉再也没出现过, 但是关于他的故事, 还在启发着印度的所有骗子。 点击屏幕上的关注, 我们进入番外篇。 一, 拉吉诈骗所得的钱财, 大部分被用于建设他的家乡, 并资助许多困难的家庭。 在家乡的庙里, 人们为他建立做雕像。 在社交平台上, 每当有出现他是小偷的言论时, 总会有人站出来说, 朋友, 我来自他的家乡, 你们可以说他是小偷, 但他是我们的神。 二, 拉吉之名为库马尔, 拉吉纳特·瓦尔拉尔是他诈骗史最常用的名字。 在印度, 这个名字成了聪明骗子的代名词, 人们为了纪念他, 宝莱坞还拍了两部电影。 三, 印度如今诈骗产业发达, 每年诈骗美国人200亿美元, 反向收割美国韭菜, 如果大家有兴趣, 后面我会单独出一期。 四, 弟弟称拉吉1996年就在家乡过世, 可在2009年7月25日, 拉吉的前任律师突然向法院提出要求, 撤销拉吉生前的所有指控, 声称拉吉刚刚过世, 这个印度史上最大的骗子, 到此都给所有人留下了一个骗局, 他到底是死于1996年还是2009年, 这取决于你相信他的兄弟还是他的律师。 本期视频点赞超过2万, 我会迅速更出下一期, 我抬杠,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, 感谢大家三联合关注, 我们下期见。